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回到我們下週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大家有機會有問題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是204-6566 或者發電郵過來 立即聽聽劉先生的電話 劉先生 你好 你好劉先生 你好 你說 主持貴姓 這裏郭Sir和大家聊天 我是節目主持人 是 你說 問甚麼股份 郭Sir你好 我上個星期剛剛出了一個消息 又說增加生產線的時候 全倉入了67 現在突然出現這樣的消息 請教郭Sir 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對於這隻股 好 67日動光 有些不利消息 現在就停牌 停牌之前 股價下跌超過7% 現在停牌之前 前債報1.25元 最主要是沽空機構 而這間之前 也是暢衰恆大方面的 郭Sir Glucis 出了報告 跨大他們的營利能力 亦都給予一個強烈烏壽的評級 目標價真是猜不到 給他0元 首先來講 有些評級機構 對某些公司的評級 是比較負面的 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每個人看的角度都不同 但你說要去到0元 其實我覺得你真是誇張了 而且有點過分了 任何一個企業 就算你說生產有水分 都好 你都不至於去到0元 投資價值 當然 技術上來講 這次有個報告出來了 股價也出現一個急跌 五牌最伏牌之後 真的會有一些 比較欠理性的炮售 首先來講 我很多年前都看過他的業務 其實他傳統的業務 沒有太驚喜 反為一個叫PPS的業務 其實來說 是樹枝生產線 這是一些 防火的物料 簡單來說 我在當時的廠房也試過 拿一個打火機 點營它 當然是營火 但將打火機一抽息 一抽離 它就自動消息了 很多時候 是用於一些 飛機 或者是軍事上的用途 這種索料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人 可以生產得到 我自己覺得 就算你說 它的生產 它的銷售 有些水分 都好 但它的投資價值 都不至於去到0元 很明顯 看到報告 實在有點過分了 也有這麼多偏激 不幸運的是 你剛剛買完之後 剛好又被人出一個報告 真的沒有辦法 況且股份 停了一段時間 現在要等它復牌之後 再看環境 看看是怎樣的情況 不過現在這一分鐘 先做好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報告出來 多多少少都帶來一定殺傷力 以停牌前的價 一個二號半 技術上已經創了一年來的低位 現在這一分鐘 只要等它復牌之後 再作打算 柳先生 可能都要等一等 有其他問題問嗎 我現在只有兩隻股 還有一個是恆大 不知道它能不能回答 4.3元 恆大方面 OK 你的收貨多少錢 4.3元 是嗎 好 恆大剛好被這個人出一個報告 你是不是跟它有緣 真的 跟你可能真的有仇 因為恆大的股價 早前來講 因為這份報告 出現的股價急跌 不過幸好 它公司有實力 始終來講 是不斷地回購 令到股價 最高回到 大概是3.65元 但相對買入價 4.3元 條路還是很遠 順帶一提 其實很多內房股 其實來講 現在1元的資產 相對股價是三無止市值 但恆大的債務還是比較重 負債比較高 這是一個隱憂 我想要回到4.3元 暫時的可能性 不敢說沒有 不過似乎就不容易 反而要看看 一個月的低位 3.12元的防守性 一旦跌穿了 股價仍然會略為反覆 第一 當然不建議你再低級 第二 兩隻股份 都是被這個機構出了報告 而唱淡的 真是沒什麼辦法 短期來說 大股氣氛 和內房的板塊 到底能不能夠走好一點點 政策怎樣推行 都成為關鍵 同樣剛才那句 暫時是二手不二工 先等一等 謝謝劉先生你的電話查詢 我們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盧小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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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羅小姐 是 是 是 我羅小姐 是 八三二一 現在 是 五頭九指 很多人 說 有 指板上市 你幫我看看 現在 是 是 你什麼價格回來的 八號幾指 九號幾指 都有 好 文石八三二一 剛才是 現在 到六號指的水平 剛剛也看到消息 都說 都交了一些 主板上市 之前的盈利 全年盈利 都賺成三倍 那麽多 柯Sir 怎樣看回它的前景 賺了四千三百幾萬人民幣 急升接近三倍 沒錯 雖然沒有派息 每股大概是賺三點百分人民幣 相對來說 約會是四千多 以現在這個價錢來計 真是十二倍的市盈率 其實估值不算貴 不過早日 因為有機會轉主板 變成一輪的衝鋒 曾經升得比較明顯 最高的一層去到過一銀錢 回來是報紙 在買 應該是這段時期去買 其實都買得 不介意 買得比較失賊 因為股價由過一銀錢 剛剛下來 跌穿十天 二十天 五十天線 全部跌穿了 在這一分鐘 你下面來買的話 其實來說 或多或少 都會承擔一定的風險 因為正式跌穿 由這一塊購買的 全部要輸錢 果然現在正在打針 希望你不是拿太多 既然有能力轉去主板 或者有機會轉主板 不妨先等等 但當然不要再加 OK 有其他事要問嗎? 羅小姐 這麼多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查詢 郭Sir 我們先看看 電郵方面的情況 收到Henry 其實是Kevin 給我們的電郵 問三隻股份 先看看 2033 郭Sir 時計補方面 有貨的 一個一毫九 就收了貨 現在時計補股價 去到一元零一 暫時就跌一先 後市方面如何去向 仍然都在潛水 而且真的沒有太大驚喜 唯一要說的 要往積來說 八倍的市盈率 接近五里的股息 一定是防守性的 但沒有賣點 沒有概念 一元零一先是一個月來的低位 現在正受到考驗 一旦跌穿一零一的話 將會進一步向下走 給你一個圖看看 一個三 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嚴格來說是三頂不破 下面的防守性 本來在一元左右 是很嚴重的 但現在這分鐘 由於股價到一零一 技術上已經正在試 不試穿的 不是一元 或者一個優幾上上落落 如果試穿了 老老實實 這個階段 或者這個階段 買貨的 真的會止虧 到時候會有一股拋售 可能試一試 九號到九號二三都不出奇 如果拿貨少的話 沒有太多意見 始終來說 單位數字 市盈率 有五里的股息 但如果拿貨多的話 就考慮自己的防守能力 和能耐 如果不是那麼足夠的能耐 最好就是一千一元的時間 略作減榜 我知道是痛苦的 不過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另外 Kelvin還想問 686聯合光復 郭Sir 他說1.7左右 就入貨了 但現在都在十天線爭持 去到1.1的水平 暫時又如何部署 這個股份 三個加月之後 也會公佈月跡 先公佈 2.7跌下來 已經沒有了一倍 其實在前海 都有一個很大的太陽能 光電發展場 事實上也有政策扶持 早前市場都搶得比較行 但自從舊股東 息數沽售收上的存貨之後 股價一直都是佛善捉塵 到現在為止 居然跌至1.04元 接近一年來的低位 不過考慮到 始終太陽能發電下游業務 是有政策扶持 上游的當然是保理協音 做多精龜或單精龜片 是做下游的 即是發電 政府便津貼多少錢 這亦有發展的空間 肯定一樣 不是一個空殼 亂去做 而是真的有實物 有發展去做 如果買得太多 暫時等等 有機會回到1.08元 技術上已經顯示了 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已經告了段落 暫時的阻力是1.18元 最後 Kevin再問一條 郭Sir 預帶中採編號3.5元 股價方面向下跌 超過6%至1.04元 想做一個比較 就是Dynam Japan 6889 之前Dynam股份 跟IAGG 8002方面 攪拌彈珠機業務 所以當時股價被追捧 但現在回到23.5元 兩隻來選擇 555和6889 二選一 我打算中線都可以 有沒有說哪隻好些 其實我兩隻都不會選擇 首先來講 整個博彩板塊的氣候 已經放慢了 處於一個技術上的回調當中 就算要買 都不是現在這一分鐘買 你看看689的股價 已經走在10天 20天 50天線之下 多時的 已經一段時期的 一旦進一步向下走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真的要下去 或者是20元8毫子 甚至乎去到17.5至18元 坐緊的水平 才能夠站得到 因為累積的升幅比較大 而且在這個平台上 其實有不少貨是捆綁了 捱得過的就大家捱 捱不過的話 真的會止蝕 所以最好觀望不要亂入手 至於555其實來說 亦如是 因為股價已經在平台上 反覆撇大遠了很久 如果現在一分鐘再無盡去的話 一旦技術上 引發一個不是太理性的股手 股價可能會再下跌 大家看看 現在比較關鍵時刻已經到了 1.04元 1.05元 換句話來說 這個技術上有蓬首性的低位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 總之六、七個 不跌穿就沒事 跌穿了的話 這個區間買的貨 全部要舒適 一旦一個不理性的拋售 或者指示官 湧出來的話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真的退守到八毫半 到九湖之隔 做好風險管理 做好風險管理 但如果想買的話 我就寧願暫時等等 OK 多謝Calvin你的電郵 我們不如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的林小姐 你好 郭先生 我四個七買了那個一二五一 我看他金額值得很厲害 要不需要自早吃 轉去買那個三二七百負環球 行不行 OK 一二五一就有貨 四個七拿著了 華油能源 這隻股份很快便會公佈業績 下一個假日便會公佈業績 但似乎股價也不太爭氣 今天來說跌得還要多 跌成半成有多 其實早日升得比較急 最高摸上去五個九號二 這個新高 如果你說累積的升幅這麼大 一旦出現一個叫技術上的調整 或者中期調整 幅度絕對不細 就讓你看一下 五個九號一是中期的高位 本來上升軌走得很漂亮 之後跌下跌下回吐下 終於是十天二十天五十天才失手 現在肯定是中期調整 一個高台一直拉下來 這是下降軌 其實很多時候的股份 買完之後 一定有些技術上的防守性支持 不是即買即跌 不是說這一分鐘買 如果真的這一分鐘買 立即急跌 就真的自己不幸 好了 在這個推薦買 四個二人錢的支持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都沒有跌穿 但終於跌穿了 當然捱不住那些就要走 現在這一分鐘就看你賣得多還是賣得少 賣得少的話 如果你堅持看下去 我都不敢給太多意見 但我只能跟你說 你現在千萬不要再加注 如果賣得多的話 有時候不對版 止蝕就是要止蝕 不需要覺得有沒有機會回上去 因為回上去只是時間問題 有些真的會升回上去 但問題是低位 你自己捱不捱得住 如果自己也捱不住 日後回上去 你已經在低位沽了 或者在低位止蝕了 就算以後升多少都不關你的事 所以每一陣的調整 一旦去到一個關鍵的時刻 一定要問自己自己的防守能力到底有多強 如果我駕駛很少很少 跌多一點我都不怕的 不用理會的 你就閉上眼睛不要理會 但你覺得自己的投資金額 大部分去到股份 真的跌起來 吃了吃不下睡了睡不著的話 即是說你買的貨 相對來說是比較偏重 為了要減輕這股壓力 只有一個方法 減綁或者指示 痛就一定是痛的 但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OK 林小貞有沒有其他事補充 如果我駕駛了它 轉買那個三二七八負環球 那些可以嗎 三二七 好 剛才我才分析八負環球 為甚麼這樣說呢 亦都一樣道理 現在跌下跌下 10天、20天 剛剛今天有小小勢頭 但早日已經跌到 50天平均移動線了 即是說你不對買了下去 那隻跌完輪到這隻跌的時候 就兩著一著輸了 那現在這一分鐘 既然走勢 開始有小小下跌的話 最好都是官網比較好些 我自己覺得 大跌的機會就沒有 不過如果你說 真是最終跌穿 這個四元 在阻止的五十天線 股價再向下跌 真是有機會試回 三個四到三個半 能不能夠抵受得到這個風險呢 如果不可以的 老老實實 就官網就算數了 OK 好啊 林小貞 多謝先 下一位家庭觀眾 聽聽余小姐 OK 可能電話剪掉了 不要緊的 我們看email方面 輪到楊小姐的email問題 其實問內房股 其實賣樓真的不差 況且 碧桑賣樓賣樓 大部分發展的物業 都是華南一帶 例如好像信德 或者廣州一帶 不是說去到一線的城市 上海、北京那些 其實股值也不算高 我再說的就是 一眾的內房股 尤其是二線那些 很多都是一元的資產 市價只有三毛至三毛半 其實呢 如果資產值來說 質量率很高的 這個看法 應該就是有一個 叫中線吸納的優勢在那裡 只是說內地政府 現在政策方面 都仍然拉得比較緊 所以內房股相關的股值 是比較保守的 我不知道何時才有 政策上的放行 但如果真的假設有的話 65到70%的折氧 一旦拉窄到只有30到35% 真是代表現在這個股價 若莫在3.07-3.08% 是可能會有50%的反彈 50%不是很多 只會升上4.5% 但如果可以持有6個月 或者半年的話 其實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保險少少 萬一真的股價下跌 或者政策不放鬆 不單止還在拉緊 萬一跌了我怎麼辦呢 看看一年來的低位 是2.03元 技術上亦是早前的低位 不對板跌穿2.03元 你就指示算數了 即是你現在這分鐘買 有2.5元的風險 願不願意承擔 如果願意承擔 買少少不相降 短期暫時的阻力 是3.03元 過得到3.03元 即是目標 應該可以進一步上移到3.8元 坐緊的水平 要賣多少 或者現在應不應該賣 最終一定要你自己決定 好 最後我們可以回答快一點 就是內銀股方面 39800中國銀行 現在貴不貴嗎 39800現在當然不貴 因為四個多跌下來 但相對早日3.03元下來 好像升了不少 很快公佈業績 不妨等業績公佈 其實內地的三國債 或者理財產品 甚至乎利率市場法 對內銀股都是負面的 不過相關因素 已經困擾內銀股相當長的時期 介不介意一兩毛錢的反覆 先問清楚 如果介意的 你就官網算數 不介意的 這個價買 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麻煩你先看這位家庭觀眾的情況 其實剛剛按鈕 不如再回答多一條 我們都希望回答了 這麼多家庭觀眾的E-mail 其實剛剛才收到 就是關太你的E-mail 其實想問郭常1426這個股份 我想都問過 現在是否可以 這些價位買入 暫時就去到3元的水平 其實都留意到 息口也挺高 怎樣補助這個股份 息口相對比較高 如果你說真的 以發行價3.801來說 暫時來說 都有點潛水 不過不要緊 始終有息率支持的話 儘量買點沒有問題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沒有太大的驚喜 現在這一分鐘再向上 暫時的阻力是3.19 技術上來說 是數上落代變之中 事實上來說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是在2-3毛指之內 上上落落 如果你是擔心的話 做一些風險管理 不對板跌穿2.78 或者2.7毛指示 你承擔風險是3毛指 即是說 其實風險承擔是相當有限的 唯一要說的是 過去這幾星期 價位已經是升破10天 20天和50天線 形態是偏好的 暫時的阻力 在3.22水平 或者3.25 要突破也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 你看成交也知道 都沒有成交 完全沒有動力 即是屬於就算走高一點 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這類股份買完之後 你要適機不看它 你天天看著它 它天天高個價 你天天看著成交 他天天都沒有動力 市場升兩千點 不關它的事 不過幸好市場跌一千點 也未必關它的事 那是屬於一些 比較保守的投資 願不願意上車自己決定 OK 好 麻煩一下關太 還有這麼多維家庭觀眾的email 電話支持 郭Sir我們回答了 我的email 好 休息一會兒 稍後四點後 跟大家看看大使今天收市的情況 有沒有哪隻拿著的 唱內行銀 我拿著內行銀 明白 稍後再談